顶着酷热艳阳 工人还要全副武装上工 逮到机会就拿起水猛灌 27日台北高温飙破38度 破122年的记录 而28日的早上10点钟 台北已经出现35.5度高温 800万劳工高温下出勤 是否能够放高温价 劳动部长许明春首度松口 目前还没有考虑 不过你这个是好问题 我们来想一想 不同于往年 对高温价劳动部总是回应 相关单位并没有类似的规划 而人力银行也曾经调查 6成6的上班族 会因为天气热不想上班 甚至有将近7成的劳工 认为政府就应该订定高温价 不过只有一成9的企业赞成 像昨天就很高温了 赞成就会流汗 赞成是赞成 这照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 对我们劳工比较有利的价 可以维护我们职场安全这些价 其实常常都是指纹风声响 放假不容易但是否有高温津贴 像是邻近的上海和北京 高温津贴是每个月人民币120元 而广州则是每个月150元 另外也有暗日发放的 像是厦门超过35度以上时 每天可以多给人民币8到10块钱 温度几度才认为说是太热 或者是说会对劳工的身心灵会有影响 真的这样定下来之后 对中小企业的整个的成本势必会增加 高温价难巧拢而劳减问题 恐怕也要让许明春头痛 要恰功了 真的要恰功了 劳团代表激动的想闯入劳动部陈勤 就因为不满现行劳检 大多是由企业工会陪同 但却把人数高达280万的产业 职业工会屏除在外 大公司他其实都知道 劳检员会检查什么项目 所以他都会懂得把这些资料 要做得合法 那由我们来陪同 比较能够真的发现到问题的所在 而劳动部长许明春也回应 目前部分地区已经有 产职工会陪同老检的案例 未来会持续让老检更加透明